问,据报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将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特事于11月17日访问朝鲜,这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后又亦引人关注的事件,请问这次访问出将介绍中共十九大城国外还会讨论哪些议题,是否会谈及朝核问题? 答,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今天上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已经发布了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特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将于11月17日赴朝鲜通报中共十九大情况并访问朝鲜,据我了解,访问期间,中朝双方还会就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共同关心的事宜交换意见 问,宋涛在朝鲜期间将与谁举行会见,可否介绍具体安排? 答,宋涛特使在朝鲜的具体日程安排,我目前不掌握 问,有消息称,津巴布韦前副总统已经逃亡到中国,你能否予以确认并对津巴布韦局势进行评论? 答,作为津巴布韦的友好国家,我们密切关注津巴布韦局势发展,津巴布韦保持和平稳定发展,符合津巴布韦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我们希望津巴布韦有关方面妥善处理好内部事务 至于你提到津巴布韦前副总统的去向,我可以告诉你,他没有来中国 问,宋涛特使访问朝鲜的时机与特朗普总统访华是否有关联? 之前,刚才你提到中朝双方将就共同关心的事宜交换意见,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否包括朝核问题? 答,你关心访朝的时机,在党代会后相互通报情况,是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多年来交往的惯例? 至于双方将就时要问题交换意见,我刚才已经回答过了,宋涛特使这次访问主要目的是向朝方通报19大情况 同时也会就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共同关心的事宜与朝方交换意见 问,根据国防部网站的消息,上周五,津巴布韦国防军司令齐文家在中国访问 请问他是否向中方通报将在津巴布韦进行军事接管等情况?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津巴布韦国防军司令齐文加上将访华的情况 正如刚才你所说,中国国防部已发布了相关消息 我能告诉你的是,他此次访华是中京双方商定的正常军事交往 至于访问的具体情况,我不掌握 如果你敢进去,可以向国防部去了解 问,中国和委内瑞拉是否将就委内瑞拉对华债务问题达成协议 另外,委内瑞拉可能会向中国出售一个链油厂 双方是否就此进行了讨论? 答,你提到出售链油厂的问题,我不了解情况 我能告诉你的是,目前中委之间包括融资在内的各领域合作都在正常进行 我们相信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有能力妥善处理好本国事务 包括债务问题 问,中方对美日印澳四方会谈有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答,我前两天已经就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这里我再简要说一下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 我们希望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发展都能顺应潮流,符合大势 我们欢迎任何有助于促进地区合作和国家间合作的倡议 同时希望有关倡议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世界大势 能够体现开放高融,也能够促进各方之间的合作共赢 问,鉴于中国和日本最近在外交接触方面取得的进展 中日领导人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举行更多的长 太化会晤 答,我们多次说过 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交往对于推动两国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我们希望日方努力为两国高层交往创造有利条件和氛围 问,朝鲜自9月以来没有试射弹道导弹 也没有进行过核试验 你认为这是否意味着国际社会和中国对朝采取的制裁措施 但是正在发挥作用 习近平主席派特使访问朝鲜是否与此有关 答,首先我要纠正你一下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特使 他访问朝鲜的主要目的是通报中共19大情况 访问朝鲜期间 他自然也会同朝方就两党两国关系等共同关心的事宜交换意见 至于你提到朝方近期的表现 我想说的是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 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是中方的一贯立场 我想各方对此都非常清楚 问,李克强总理和莫迪总理在马尼拉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进行了简短会面 印方已经发布了见面的相关细节 你能否介绍会晤的具体情况? 答,你提到的情况我目前还不掌握 我想再多编场和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寒暄或者简短会面是很正常的事情 问,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提出希望中方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 但中国政府迄今表示中方一直是在全面值 韩联合国安理会设朝决议 任何新的制裁措施都必须由安理会来制定 这是否意味着中方不会在安理会框架外增加对朝制裁 答,你经常来记者会 看来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还是比较了解的 记者校应该说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中方一贯全面准确认真严格执行安理会通过的各项涉潮决议 履行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 同时我们也反对在安理会框架之外 依据一国国内法实施所谓的单边制裁 这个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责任编辑张建立